大家好,我是韦灵文化的诸位老师 那么针对2021年全新升级版本的 练词真题5500词版本 也是练词七周年的纪念版 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我们会将新版的书籍分为主书和增值本 两本,那么所谓的增值本 它包含了2020年新增的词汇和例句 那么主书先发货 大家可以早点备考 增值本在20年研究生考试结束一周后开始发货 免费邮寄给大家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每年1月初出版的新书 我们专门在等待最新当年考试结束之后的试卷 我们会在一周时间通宵答弹去印制 而更新部分的内容实际只占了书籍词汇和例句的更新部分的5% 那为了不因为这5%的更新内容 而让大家多等待60天 才能拿到全新的书 我们决定做一个增值本 免费邮寄给你 一套书 我们承担了两次运费 只是为了让大家成为那只早起的鸟儿 有虫师 拿高分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由这个主词hold所引出的一串词组 那么第一个叫hold back 毫无疑问看到这个back往后退 所以它的意思叫抑制推缩阻止 它忍不住让我想起我前面点过一次的前缀叫with 这个前缀在我们的伟林词典当中也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因为没有几个同学关注过with做前缀 那么它做前缀的意思就是back 所以很多with开头的词都有抑制的意思 就比如我们这里的hold back 其实把它拆成词跟词坠 那就是with hold 也就是相当于把with hold拆开叫hold back 因为这个back就是with 所以很多单词就是这么变来的 它把词坑词坠拆开就是短语 大家记住了 with hold就是hold back 一直住往后拉的意思 好 那么hol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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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 hold住了 hold on 停在上面不动了 叫等一等 停一停 hold on 包括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经常听到 hold on hold on a minute 等一分钟 等一分钟 好 那么别挂电话坚持 类似于这样的 hold on 当然也可以叫坚持 hold on hold on 坚持一会儿 都可以 叫定住 hold out 眼睛只需要定着out 往外伸出去 所以它叫递出 把东西交出去 就可以了 那么它也有维持的意思 hold out 那么再往下 hold out 什么意思 把它hold住 把它hold住 对着外面人hold住 也就是不要给外面人 所以它又引出一个意思叫保密 那保密的话 别人会来 可能会抓住你 对你进行刑讯逼供 对你进行torture 这也是考验大纲一个词 叫酷刑 刑逼供折磨 对吧 对你进行torture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hold out 你要坚持住 不要把东西给掉 所以叫坚持 不屈服 hold out 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词主要的意思就是第一个out 最简单的含义叫给出去 hold out 是它最原始的含义 那么引出第二个一串意思呢 就这三个可以放在一块背 就是坚持住 维持住 那么最后保密 对外面人要hold住 好 最后hold up up就举起来 you raise me up 你把我举起来 不是 它叫做你给了我信心 你把我顶上去了 所以hold up也有这样的意思 支撑 支撑某人 支持某人 把某人把什么东西举上去 hold up 但hold up还有耽误的意思 耽搁的意思 hold up 那么还有一个叫抢劫 举举手来 hold up 你看手举起来 所以所有这些词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真不是由它自己决定 首先它是由后面的四个借词决定的 那么其次呢 这四个借题 借词或者说这四个短语 它具体取哪个意思呢 还取决于它的上下文 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复在课里面强调 英语不重意思 重感情色彩 那么大家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 这里的四个短语 哪一个可以用来表达堵车呢 这里我特意没有写出来 那么这个部分就有请我们的口语专家 来表达一下 也就是徐乃福老师来告诉各位 在旅游当中 在生活当中 碰到堵车的时候 到底怎么去表达这个 traffic jam 也就是堵车在口语当中 到底怎么表达 我们来看看这个 traffic jam 的口语表达 有请徐乃大老师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We Learn English 大家好 欢迎来到 We Learn英语口语900句之 旅游社交口语300句 同学们 如果谈到堵车 你会想到什么单词呢 你肯定会想到这两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叫 叫jam 正确发音形式呢 要把这个字母a 发成梅华音 主要张大发a 发呛调 叫jam 如果我今天做表演的话 把这单词发得有胸腔的共鸣 怎么发呢 这么发叫jam 哈哈 有点做作啊 jam ok so next one block 这单词呢 表示有堵塞的意思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词 或者是词主 它表示有堵塞的意思呢 徐老师曾经在美国工作过点时间啊 我呢是住在郊区 每天呢要驱车 但是我不会开车 驱车到市里边呢 需要45分钟 45分钟 ok 每天那个点儿 他都会堵车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司机他毛了 他把那个方向盘一砸 说了一句话 哎 这个时候老师的听力特别好 这句话我听懂了 偷偷拿小本记下来啊 所以学习英文呢 就在于平时的积累 今天我们来积累 这么一句话 他怎么说呢 It's the car that holds up the traffic 乍一看这句话呢 是一个强调句 这个时候 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强调句句型 it's和that给去掉 这个时候主语就是the car the car holds up the traffic you know hold 它表示有紧握啊 包住的意思 所以这单词呢 holds up 它表示有耽搁的意思 所以因此我们表示的是非常形象的一个场景 就是这辆车啊 把这路呢给堵住了 好 你看堵这个词可以用hold up 再来一遍 It's the car that holds up the traffic 连在美国的小李子 他都给我们说 中国人实在太伟大了 在太空啊 往下看一下 整个中国能看到长城 那么这个长城是哪呢 中国的堵城啊 几难啊 所以这句话你赶快要记下来 怎么这么磨蹭呢 学英文就得赶快记下来 这句话怎么说 别磨蹭了 What's the hold up What's the hold up What's the hold up 宝宝笑傲全场 我们下节课精彩继续 棒棒的 See you next time 好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同一词啊 那么既然有hold hold住 有坚持的意思 那么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词叫clean 那么clean这个词呢 会让我忍不住想起蚊虫叮咬 有一个词叫steam 你听发音死叮 往死里叮 所以这个词叫叮咬盯住 那么clean也有这样的意思 它叫盯住某个东西 盯住某个人 那么clean靠坚持 贴着附着等等 没手 你不要去背了 反正就盯着某个东西 那么它主要考察的段语叫clean to 记录一下 那么一看到to 大家应该心里有数了 我讲了多少遍 只要有to叫盯着什么什么 凑着你 盯着你 指着你 听你的 受你的影响 受之于你 讲了多少遍 对不对 因为to是这个动作 clean to 就是这么来的 包括我们最简单的叫stick to 都叫做坚持盯住 对不对 都叫做坚持盯住 叫stick to 也是这么来的 都叫做盯住某人 stick to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和它有关的 11年阅读出现过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last paragraph that 从文章最后一段 我们可以推出 infer 推理 这是一道推理题 那么出现一个选项 a 叫top performers used to cling to their posts 这些顶级的表现者 performer 当时在文中指的 就是那些职业经理人 perform本来叫表现 我们一般看到perform 叫表现的话 大家以前最早 把它当表演来看 而这个词在职场 用的很多 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 职场有个专业的字 叫绩效考核 就比如说我们的小编 在剪辑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们也会出现一些错误 因为可不是剪我诸尾一个人的 因为在尾林每天 有大批的课程内容要生产 我们一年有数千 数万小时的课程内容要生产 所以我们两三个小编 要不断的剪辑 那对他们的考核 你剪错多少颗 可能就会扣奖金 剪得特别好 同学们一致好评 可能就会加奖金 加鸡腿 那么这个就叫做绩效考核 而这个绩效考核的绩效 怎么翻呢 就叫做performance 所谓的绩效 不就是你的表现吗 只不过在人力资源 在职场 他编出一个这样的词 叫绩效 那就是performance 所以理解英文呢 不能根据词的意思来理解 那么top performers 就指的是职场那些高管的 最顶级的人们 used to 过去clean to their posts 过去对于他们的岗位 还是很忠诚的 你看 这里的clean to 我反而不翻译成坚持 我翻译成忠诚 他们忠诚于他们的岗位 post 所以大家体会一下 好 再来 loyalty of top performers is getting outdated 对于这些高管们的忠诚 loyalty 他们怎么样 is getting outdated 已经过时了 那么这里的outdated 也就是out of time 叫out of time out of time 再做过时的意思 那么out of time 也是过时 比如说维哥特别喜欢的摇滚乐队 还记得我讲过的吧 Oasis Oasis Oasis还是一个著名的发辣 在对面 我现在对面就有两瓶发辣 陆克的工作人员经常听见我 维哥如果头发乱了 过去抓一下 我就会用力的这样 然后就变成这个鸟呀 Oasis 它是一支伟大的工业摇滚乐队 叫做叫做绿洲 他们当时有一首歌就叫做 I'm out of time 叫我过时了 但是它歌名用的是 西方英文当中的这种缩写 I'm out of 你看 I'm out of 它就这么写 I'm out of out of就是 out of 你看连读的是out of 这个F也不发音 out of time out of time 听起来好像F没有发 所以它干脆变成out of I'm out of time 当年很多人看不懂这个歌名 I'm out of time 这等于I'm out of time 我过时了 这就是英语当中的一些 歌词当中经常看到的表达 就比如说英文当中代表否定 经常出现一个这样的东西 下次注意看歌词 I ain't get nothing 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I ain't get nothing 你就没有说 现在看这个ant就是否定的意思 大家注意一下 英文当中大量的存在于这样的表达 好 下次再来看 C Top performers care more about reputations 这些高管们更加关注 名声 reputation 是他们名声名望 reputations D It's safer to stick to the traditional rules 叫做对于传统规则的这种执着 是非常安全的 stick to 也就是你坚持一些传统 是很安全的 好 可以了 不多说 clean to 我们再来看他的同一词 withstand 刚刚讲过 with什么意思 往后退 又来了 往后站了 所以这次叫承受住 经受住 往后顶啊 withstand 所以叫承受住 经受住 顶住的意思 withstand 那么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 08年阅读考过的一个句子了 叫moreover 除此之外 even though humans have been upright for millions of years 虽然人类已经直立行走 很多年了 be upright for millions of years upright 就直立的意思 所以这里当然指的是直立行走 our feet and back 我们的脚和我们的后背 脊梁背 脊梁骨 continue to struggle with bipedal posture 还是会很挣扎鱼 struggle with 挣扎鱼 这种 bipedal posture bipedal 首先 by 一看就知道叫两个 讲了多少遍 一叫mono by叫二 tree叫三 quad叫四 比如说我们的广场叫square qua 就是四边形的意思了 那么by是两个的意思 bipedal 这个pad词根叫足 脚的意思 跟pad有关 就是足 比如说我们的步行街 就可以叫做pedestrian street 就叫做pedestrian street pedestrian street 叫步行街 你看pad就是腿 比如说在一个地方走一圈 坐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全世界 百科全书怎么说的 这样 in 在里面转一圈 cyclo 脚 tad incyclo p通过它 媒介 媒介通过 ia的后缀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通过 介于 之间 vire 所以讲通过这个东西 足不出户 就可以转一圈 encyclopedia encyclopedia 就这么出来了 所以这个pad 大家可以看 pedal bipedal 叫两脚 对不对 两只脚 而poster 叫姿势 姿势 姿势 对 它叫姿势 叫姿势 pose by pose 这个词根不就来了吗 等于put 摆 poster 就是摆样子的意思 叫样子 于是这句话翻译成 我们的脚和我们的后背 依然挣扎于这种双脚的姿势 双脚直立行走的姿势 对不对 and cannot easily withstand repeated strain 我们还是无法忍受 还是无法忍受这种反复的拉伸 紧张 strain 你看 train叫火车 s叫死 火车往死里拉 拉紧 紧张的意思 其实这个str 我讲了多少遍 叫一根弦崩得很紧 我们中文人有些话 真的是特别到位 叫一根弦崩得很紧 很紧张 很拉伸 对吧 所以strain 本来就有一根弦的意思 我们前面还讲过 strain strain就叫做弦 一根弦 一条线 于是有个单语叫一系列 又来了 a strain of 记得吧 于是有个词叫连续的 叫strike 对不对 叫strike strike 连胜就可以叫wing streak 也可以叫strike wing 连胜 你看也可以这么表达 wing streak strike wing都可以 所以streak也好 string也好 就是一根线 一条线过去 连胜不就是一条线过去吗 那么这里的strain 就叫拉伸拉紧 所以这样 我们还是无法承受这种反复的拉伸 所以为什么说跑步对膝盖会有伤害 你反复在拉伸这个韧带 对不对 好 这种拉伸哪来的 inflicted 剑多了就不怕了 显而易剑 它在修饰这个strain 所以大家看到 异地慢慢就不紧张了 ing当然更明显了 对吧 修饰前面的动词 主动于它ing 被动于它分词 所以叫 我们依然无法忍受这种反复的拉伸 怎么拉伸 inflicted by oversized limbs 字母B不发音 lim叫四肢 那么oversize limbs 叫尺寸过大的四肢 人的四肢是非常大的 在身体的部分 你可以可想而知 如果伟哥把两个腿切掉 把两个手也切掉 你看如果我这样跟你上课 我就剩这个了 再下来一点 你看 想想想想来看 看 就想 脑子里用力想 伟哥现在就长这样 跟你上课 同学们来 我把嘴巴 把这个笔叼过来 我来学个字 太拼了 你想象一想 四肢太大 oversize limbs 叫你这个四肢太大 它的折磨 反复拉伸 这个inflicted by 就叫做 由四肢所带来的 所折磨的 而这个inflicted 它叫折磨 词根非常简单 flicked flicked就是打击的意思 我们最早学过的 冲突不就是conflict 对不对 所以inflicted叫折磨 记住了 那么也就是这里审论了 which is inflicted by oversized limbs 它是由这些四肢 所带来的 你不要翻译证 所折磨的 那就是由它所带来的 这种反复的拉伸 它们无法承受 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意思 不难 就是一个小小的 非为一动词 withstand 再次看到with 往后顶的意思 往后退 往后站 所以叫承受 顶住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 那么讲到这个oversize size叫尺寸 大家可能对这个词 有时候会搞云 叫seize 他读seize 所以这个词叫抓住 那等一下 不要跟size搞分 那叫seize 是动词 比如说seize one's idea 叫抓住了某人的想法 seize an opportunity seize a chance 叫抓住了一次机会 它叫seize 叫抓住 理解了 是个动词 抓住理解 你看理解也是这么来的 逮捕 反正就是一个字 抓 seize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function 这个词简单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它的一个动词含义叫起作用 它的名词呢 我倒不是很担心 功能啊 职责啊 职务啊 它做动词叫起作用 起到什么什么的作用 我们看2006年翻译 出现的句子 his function is analogous to 来看这里的端语 b analogous to 叫等同于 类似于 叫做等同于 类似于 analogous to 那么这个analogous前面的 anale 你看 n左右两个a对称 它就叫一个 它就叫一个的意思 anale 而这个log 就是说话的意思 你看我们dialogue对话 log 包括我们寄写微博 blog 对不对 博客 blog 不是这么来的吗 你像我们登录网站 login 这个log上记录的 不就是你的信息吗 所以log叫说话 对话信息 那么analogous 叫类似的信息 所以这个单语叫 be analogous to 叫类似于 接近于 大家可以背诵 这里的analogous to 等同于 或者说接近于 be similar to or be similar with 叫和什么什么 接近 和什么什么 相似 be similar to or be similar with 明白了 his function is analogous to 它的功能 接近于 that of a judge 接近于一个法官 who must accept the obligation 他必须接受 这样一种职责 obligation 职责 责任 怎样的职责 of revealing 它要揭露 reveal 什么意思 揭开 揭露 它要揭露什么 in as obvious a manner as possible 它要把一种方式 揭露得越明显 越好 本来是 as obvious as possible 那么中间 插了一个 a manner 也就是 它揭露一种行为 要揭露得越明显 越好 接近于什么 as the course of reasoning 对一种行为的解释 要和什么东西一样 显著 要和这个论证的过程 一样的明显 所以叫 revealing in as obvious a manner as possible the course of reasoning 那么大家一定要看出来 这里明显的 真正的宾语 也就是reveal这个动词 我们一看到叫揭露 那么reveal something 大家最不适应的 肯定是读到这儿 突然出现 revealing in as obvious 但大家发现 如果你把这个部分 放到这里来 叫the course of reasoning 叫推理的过程 reason 动名词ing reasoning 叫推理 那么the course of reasoning 叫推理的过程 所以叫做他必须接受 自己像法官一样 有怎样的一个职责 要去揭露这种推理的过程 因为你法官嘛 你不把整个的推理过程 说出来 你直接判案 别人会不服 所以法官他一定要向民众 和公众做一些谱法 做一些解释 所以在法庭上 才需要有这个 控辩双方的这种 这种争论 在法庭上的这种博弈 对不对 那我们作为法律 这种judge 类似于judge的人 他就有义务 obligation 干嘛 去揭露自己推理的进程 course 叫过程 in as obvious a manner as possible 一种尽可能清晰的方式 对吧 大家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这种推理的进程 是什么 which led him to his decision 导致他做出决定的推理过程 也就是说后面的谓语 有这么长 the course of reasoning which led him to his decision 翻译成 导致他做出决定的推理过程 那么这个冰语 毫无疑问 如果直接放在revealing后面 它就太长了 这就是我讲的 避免头重胶轻 于是这个冰语 就放到后面去了 这就是伟哥反复强谈的 叫冰语后置 叫冰语后置 把冰语认到后面去了 所以这个句子的正确顺序是 revealing the course of reasoning which led him to his decision in an obvious way 就这个意思 但是他加入 in as obvious a manner as possible 以一种尽可能清晰的方式来解决 也就是in a manner as obvious as possible 那么这里如果你还看不懂 可以调整 把这个a manner 调到in的后面去 这样revealing这个东西 in a manner 以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 as obvious as possible 那么为了装逼 它变成in as obvious a manner as possible 都一样 所以大家记录一下 这地方有几个小的细节 也就是这里的 in obvious a manner as possible 还可以改成in a manner as obvious as possible 这里的a manner 可以放到in的后面 所以如果调成我们中国人 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 就变成revealing the course of reasoning which led him to his decision in a manner as obvious as possible 因为我们很熟悉这种 as soon as possible 越快越好 as obvious as possible 越明显越好 但老外他就喜欢装逼 首先他把整个编语 扔到这来了 其次他把这里变成 in as obvious a manner as possible 你说伟哥 我怎么样慢慢适应这些句子呢 多读 比如这个句子就是个机会 你就要去多读它 你把它读懂就会了 当然了 从考试角度 如果这是一道翻译题 但它怎么着都要凑着 把它给撸顺就能翻出来 对吧 你至少要看到 这地方的编语后置 一定要记住 伟哥讲过动词 几乎动词的后面 是不能接受没有东西的 reveal 揭露 肯定要揭露一个东西 它确然没了 突然in as 你就要看后面这一坨 它明显位置在这 你只要看到这个 就怎么都能把它理顺 稍微有一些单词 含义翻译的时候 做调整没有关系 好吧 好 这个句子非常的酷 我们来再读一遍 his function is analogous to that of a judge who must accept the obligation of revealing in as obvious a manner as possible the course of reasoning which led him to his decision 做动词叫起作用 那么一般考试当中 会出现一个搭配 叫function as 叫起到类似于 什么什么的作用 叫function as 那么有点接近于一个 大家经常也当名词用 但是也会当动词用的词 叫work it works 叫它发挥了作用 所以work跟function 做动词的时候 意思是同意思 it functions 它发挥了作用 it works 它起了效果 也就是发挥了作用 一个道理 好 我们来看看function 做动词 这个用法毫无疑问 是我要举例子的 因为名词我其实不是太担心 那么以2012年阅读 心地形为例 出现过这样一句话 叫做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叫20世纪的 second half 下半场 也就是20世纪后半页 也就是后一半 对吧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也就是1950年往后了 saw a collection of 你就翻译成一系列 我讲过 a加名字加of 或者名字复数of 都代表many or some 一些许多 对不对 所以叫20世纪后半页 我们见证了 saw a 这个手法一定要学会 就是用时间或者地点 做主语来直接更动词 比如说这个词 经常在考试当中 它还会换成一个词 叫witness 到这里saw是过去式 所以如果具体到这个句子 它还要加个ed witnessed 我们现在还会看到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itnessed a collection of genius 那么此刻的saw 跟witness 就是同一词 see 跟witness 都叫做见证了 看到 也就是20世纪后半页 我们见证了 很有意思 它居然不要用人做主语了 因为一般 我们都是人做主语 才会提到 我们看到 我们见证了 没错吧 但时间做主语 也可以跟saw 也就是see 就是原型叫see 没错吧 也可以跟witness 大家特别注意 当然了 既然讲 我们就要讲透 这是维哥一向的风格 那么witness这个词呢 它除了做动词 叫见证 那么它做名词的意思 叫做目击证人 记一下啊 这个词做动词 叫见证 做名词叫目击证人 witness 好 20世纪后半页 我们见证了大量的geniuses 天才们 warriors warrior 勇士们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 什么意思 企业家 那么entrepreneurs 做企业家 来自于 企事业单位 那个词叫enterprise 大家记一下 这个词做名词 两大含义 第一 企事业单位 那么一般这种指 大型的事业单位 国企啊 等等这样的叫enterprise 一般我们的公司 就叫company 当然在西方 没有这么严格的区分 因为西方 基本都是私有制 比如说 我一个去那个肯尼迪国际机场 你听这个名字 怎么都觉得是国家的吧 肯尼迪 结果我后来才知道 肯尼迪国际机场 肯尼迪国际机场 居然是私人左右 包括西方 大家知道著名的这些 什么洛克希德 马丁啊 这些顶级的军工厂 全是私人的 enterprise 它叫做企事业单位 这个词在我们国家 出现的还蛮多 那么第二个意思 叫雄心 事业心 一个人有没有事业心 做企业就能看出来 没有事业心的人做不了 他很多事情 等着老板去推着他做 肯定做不出来 一定要有主动心 那么enterprise 它叫做事业 事业心 还有叫企事业单位 那么于是出现一个企业家 叫entrepreneur 记住他 那么在英语当中 代表企业家了 除了这个entrepreneur 那么还有一个词 叫大企业家 他叫做太空 太空叫大企业家 比如说checkberg 扎克伯格 Bill Gates Steve Jobs 这些人都可以叫做太空 Jackie Ma 马云都可以 叫大企业家 听这个弦音就很有趣 太空 太空 太酷了 好酷 太空 好 二十世纪后半夜 我们见证了大量的 天才 勇士 企业家 and visionaries 你看visionary 来自于名词 谁 vision vision叫视野 视觉 那么visionary 就变成有视野的人 你可以翻译成 比如说 有想象力的人 野心家 有创意的人 等等都可以 类似于这样的意思 好 and a visionary is labor visionary is labor labor to create 什么意思啊 这些有眼光的这些人 labor可以叫劳动力了 干嘛 to create a fabulous machine 他们创造了一系列的 非常先进的机器 你看fabulous 反正你记住这个词 打个箭头向上就好了 就是好 西方人做感慨 太棒了 他不是总用一个词叫perfect 他会用fantastic amazing 也会用fabulous 包括还有一个叫terrific 这个词我要特别讲 因为怎么听都像是恐怖分子 terror 小说打CS terrorist win 恐怖分子赢了 那terrific反而是完美的意思 绝佳的意思 这也符合我一个强调的 英文跟中文 这一点倒是一样 想要表达极端的好的情感 真的没办法表达 觉得词穷的时候 反而会用贬义词表达 这种积极的印象 比如说你有一个同学 考试老师得一百分 你就会说 妈的你这个臭变态 也想死啊 每次都考一百想死啊 其实你是在夸他 对不对 terrific也是这种情感 那么fabulous就更是了 好 这种状况盛况 create a fabulous create a fabulous machine 创造了伟大的机器 什么机器 that could function as 来了 伟哥刚刚讲过 as 叫会起到什么的作用 就这种 很新的发明机器 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他们能够 既扮演a typewriter could function as a typewriter 既可以成为一个打字机 and a printing press 也可以成为一个印刷机 你看printing press 知道吗 studio and theater 既可以作为一个studio studio什么意思 音乐工作室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这个studio 就叫工作室音乐室 又可以成为一个剧场 既可以成为一个工作室录音室 也可以成为一个剧场 theater paint brush 可以成为一只画笔 画刷子 你看笔刷子 brush叫刷子 paint brush就可以叫画画画油画的那个刷子 你可以翻译成画笔就可以了 and gallery 也可以成为美术馆 也就是这些机器太伟大了 就什么都可以 piano and radio 既可以是一个钢琴 也可以是一个收音机 就是钢琴也可以收音 也就是很多跨界的产品 the male 来 两点自己看 都是一直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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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发现一个 as well as as well as 就是and 记录一下 这非常洋气 大家以后写作文 知道怎么装逼了吗 a and b a and b 都是这么写的 你突然有一天把and 换成as well as 很洋气 as well as 就是and 记住了 但是不要走火入魔 说伟哥 我好不容易知道这么高大上的东西 从此以后 我的作文里再也看不到and 一边作文里八个and 全部换成as well as 就反而露线了 考官就知道 这个人就会这一招 反而不行 所以大家把这里的as well as 记住 只能用一次 作文里面这种装逼的部分 只能用一次就好了 the male as well as the male carrier 既可以成为邮件 也可以成为 mail carrier carry 带走 带走邮件 放邮件的地方 也就是邮局 既可以是邮件 也可以是邮局 或者也可以是送信的人 所以你怎么说 反正这一串出来之后的意思就是 这些机器太伟大了 因为它们跨界了 可以做很多功能 所以叫function as 那么这里的function 也可以换成work that could work as 也就是能够发挥什么的作用 一个道理 好 这个句子不难 再往下走 行进词 functional functional什么意思 功能性的 功能的 叫functional 那么它的同一词 来我们看个功能有关 work work所有人把它当名词 都当作什么作品啊 工作啊 产品啊 那么特别是某个人的真迹 那就叫做works 我们一般翻译成真迹 某个人真正的作品 唐博虎's eps 真迹 那么当然了 哪个形容词可以跟在前面 叫genuine 叫genuine genu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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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真实的 比如说真题叫genuine papers 真迹叫genuine works 这个work一定要加s 才叫做作品 genuine works 真迹 好 那么work当作动词 有个重要的意思啊 说了一个作品 我就不背了 还有一个意思叫发声的效果 比如说他的话起效了 his words work 这个要起作用了 this pair works this pair works 所以大家见到听到电视上 it works it works 这是有用的 大家就不要不懂 这个work做 这种叫做不及无动词的意思 叫起作用 起效 好 看 继续 这样讲的功能 那么function起作用 雇佣你过来 employ 那么雇佣你 就希望你发生 你的岗位的能力 对吧 所以来到一家公司 第一步一定是 任劳任怨 自己先表现出 自己对于这家公司的忠诚 我经常开玩笑说 一个人能成就一番事业就两点 第一叫热情 第二叫忠诚 否则你没人玩 没人带你玩 这很重要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 离成功差一步 他顶不住呢 他自己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 他不看好这件事 那就麻烦了 所以在一起做是一种缘分 为什么我们的小编老师那么辛苦 还跟我们在一块 有时候我很感动的 我嘴巴上不说 但是我会在年终奖 在给他们派发奖品的时候 我会想办法多发一点 所以这是一种有益的互动 要互相去考虑 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employer 还是employee 雇主雇员 都要互相替对方考虑 这家公司才能健康 employ 叫做雇佣 那么当然要从事与 采用等等这样的意思 那么下面一个词 evidence 证据 很简单 名词叫证据 它来自于形式evident evident 什么意思 叫显而易见的 显而易见的 写字我见到有句话 很显然 我就不希望你们总是用前面的obvious 见到会出现 it is self-evident that 这里的self-evident 就叫做这是自证其名的 就自己就能证明的 前代字翻译成显而易见 所以大家以后写字我用 it is self-evident that 这自己就很明显 就翻译成obviously 显然低 这就很好了 那么名词evidence叫做证据 那么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证据除了evidence 在我们考试当中 还有一个词考的比较多 叫testimony 这个词至少一看也知道是证据 因为test叫测试 证据是要经过检测的 那么这个testimony 更多指的是图文证据 语音资料证据 指的是图文声音 比如说录音啊 图片啊文字啊的证据 都可以叫做testimony 它的注意叫testimony 而这个evidence就比较的泛了 比较的泛泛的泛指了 什么都可以叫evidence拿出来 当然了还有很多了 比如说指纹啊 你看指头叫finger 印出来叫print 你看这种词 其实更多就是用一些简单词的组合 你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对不对 叫finger print 叫finger print 就比如说锁骨 很多女生拍照喜欢露出自己的锁骨 对吧 拍照的时候自拍 去凹 拼命地凹 把自己的锁骨凹出来 显得自己很瘦 其实抹了底下腿90斤 对吧 那拼命地凹这个锁骨 那锁骨怎么说呢 你看这种词 就好像指纹一样 finger print 你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但其实稍微 关注一下 了解一下 就会发现 哦 原来锁骨的位置在哪 在靠近eve领子这 那eve领子叫color 那块骨头 bow 叫color bow 你看color bow color叫领子 bow叫骨头 哦 靠近领子这里就跟骨头 那就是锁骨 所以这种东西它不难 不是难不难 是你有没有见过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去努力开发 伟林词跟词锐词典的原因 就是单词量的爆炸 其实就是取决于你词跟词锐 你稍微有一些主词 一下就爆炸 所以在伟林词锐里 你可以正向输入词 查词跟词锐 还可以反向输入词跟词锐 查它所有的词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词锐单词量爆炸 所以请各位一定去下载 伟林词锐的小程序 用起来 没事就翻一翻 我不希望大家把伟林词锐的小程序 当成是查词的 我希望大家把它当成是 没事备一备的 真正把那七八百组词跟词锐 全部弄熟了 把那两千多组前锐后锐弄熟了 你也就上去了 所以伟林词锐单词量不多 也就两万七 我把简单词又删掉了 很多简单词你们查不到的 那就是用词跟词锐 来串联的主词 那些词是你们阅读里面最头疼的 其实串一串 会很轻松 相信我 哪怕特别难的一些 化学成分词 它都是跟你的专业 息息相关的一些词根在里面 好 这些都是很明显的 坚持就是胜利了 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Evidence 我们来看看证据 2012年出现的 Even though there is plenty of evidence 尽管有大量的证据 什么证据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teachers 叫教师的质量 你看主语 毫无疑问 The quality of the teach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 Variable 来自于动词 Vari Vari 叫变化 那么Variable 叫可变的 那么不变的 有个形容词 叫Invariable Invariable 但是这里毫无疑问 考的就不再是形容词了 因为它前面有个 Important something 这里是个名词 它就不叫可变的 它叫变量 也就是说 虽然有大量证据证明 教师的质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废话 好老师跟差老师 叫出来的学生就是不一样 我有时候上课 我很直接的 我该怼的事 我绝对怼 我就很受不了 有些老师上课 同学们发音真的不重要 我发音也不漂亮 不重要 就好像一个人跟你说 我满腹 我满腹经纶 我才华很易 我不会说话 你不要说 你听我感受我就可以了 你这种功利的教学方法 会让同学们错过很多东西 语感这东西 语言这东西 本质上还是用来交流的 你不能因为自己发音猥琐 还给自己找理由 你可以去练 你可以告诉学生 学我的 这个 你学我说的知识 短期是可以的 但是你长期来看 你要克服我不强的 发音 就比如说 乃夫发音就是比我好 肯定的 但是我在讲课培训老师里面 我发音不算差 我也不谦虚 但是跟乃夫比 那就是还有差距 所以我肯定要向他学习 这就是老师的作用 变量 所以我经常特别喜欢 我听一种叫宗教摇滚 这个歌手叫 叫Ed Harcord 就是他的英文名叫Ed Harcord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Ed 肯定会想到一个人 叫Ed Sheeran 就是Taylor Swift的那个男闺蜜 Ed Sheeran 但他确实还唱歌不错 但那是流行的 那么我们身边玩音乐的朋友 私下讨论Ed家族 还有一个叫Ed Harcord 他比Ed Sheeran 级别高太多了 高太多了 你们听听他的音乐 当然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会很不喜欢 他至少有两首歌 你们一定会爱上 一个叫做 Birds will sing for us Birds will sing for us 叫鸟儿会为我们歌唱 Birds will sing for us 我要写出来吧 Birds will sing for us 鸟儿会为我们歌唱 这是我女儿很喜欢的 他的一首歌 他还有一首歌 是宗教摇滚 说的就是伟哥刚刚那段话 你要承认自己有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 我觉得我诸位 很多地方说的比做的好 就有些我说给你们的道理 我自己做不到 但你不能因为 你都做不到 你就去鄙视真理 那只能证明我能力不够 但我告诉你 你要去做 就好像一个NBA的教练 不用自己脱的衣服 让老夫来 你球员打不好 你自己上 我说的对 你就听 你不要照我做的做 我做不到 你说我怎么扣 你就怎么扣 那你妈跟我一个老朽来比 你不完蛋没追求吗 但他作为一个教练 他N年前是一个巨星 他现在教你 你还不服气啊 所以叫做 你要照我说的做 有时候不需要照我做的做 因为我说的 有时候也比我做的好 但这不影响 我成为一个 Excellent Teacher 所以我想提所有的老师说这段话 也是对学员们负责 所以这首歌 我推荐给大家 是一首宗教摇滚 我个人太喜欢的 Eddie Sherwin 叫 Do as I say Not as I do 这句话就是叫做 照我说的做 而不要照我做的做 Do as I say 照我说的来做 Not as I do 不要向我做的来做 叫观其言听其行 访其言 盛其行 不要去过分模仿 Do as I say Not as I do 整首歌歌词学完 妈的你能学到五六百个单词 因为你们全是关于什么 政治家把我们变得像图腾一样 我前面还讲过那句话 叫Political Medusas Make a stair-like statue 还记得吧 叫Political Medusas 政治美杜莎们 这些恶魔们 Make a stair-like statue 让我们看起来像雕塑一样 所以特别棒 再次推荐这首歌 你们一定会喜欢 听多了之后会觉得 Wow 好棒 Variable叫变量 叫变量的意思 所以叫 虽然老师的质量 是最重要的变量 Teachers' unions have fought against Getting rid of bad ones and promoting good ones 教师联盟 也就是教师协会 比如说学生会 叫students' unions 那么教师联合会 教师协会 叫teachers' unions have fought against 哪怕你不认识这里的 fought是fight 这个词的过去式 你也应该看到against 够了对抗 所以fought against 叫对抗 这些老师们 联盟们 还是反对干嘛 Getting rid of bad ones 处理掉那些糟糕的老师 once毫不疑问 是在前面的teachers and promoting good ones 以及推动 叫升职 推动促进 也就是 惩罚和处理掉 也就是淘汰嘛 那些糟糕的老师 和让那些好的老师冒出来 教师协会是反对这样做的 你看 这就是人的私心 明明老师质量很重要 你看我们在校园里 永远看到 刺刺不息的老师 我们永远看到一些烂老师 还在那里面教课 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在里面 那至少我作为老师我现在明白了 因为很多老师担心 他年纪大了 精力不够了 慢慢的自己会被淘汰 所以大家会达成一个默认的共识 就是谁都不能被淘汰 那当然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 对学生这是不公平的 但是老师这个职务 你没做之前不知道 我周围算身体非常好的 但是我每次录课 我想死 我真不骗你们 我录完课 每次都想躲在角落里哭一会儿 尤其恋恋永思 这种数百个小时 一录就是 你不要看我录一辆百个小时 我在后面要背多少个小时刻 我真是一比十的背课量 我哪里上课可以讲这么细 所以讲的这个过程 很多东西在里面纠结 而且讲完之后 很多东西还不满意 还想推翻 所以我也知道这很难 但是必须要坚持下去 就你们 我希望我在屏幕前 哪怕我周围在讲二十年 我出现的都是这样一个 很嗨的很积极的形象 哪怕我二两血出来 都没关系 所以我前段时间在这里 录刻录的有一次流逼血 我都吓坏了 我以为我得白血病了 油然而生一种高尚感 突然明白了老师 为什么当年 描述老师的词都是很惨的 春蝉到死 思方尽 好像不死都对不起你 蜡锯成灰 哇好惨 油尽灯枯 要那么惨吗 老师也可以有尊严 占了赚钱 所以请你们尊重我们的成果和产品 请你们去一书一课堂 去韦灵词典上 找到我们的课程 认诊听 而我呢 就他们有义务把美积克 往死里讲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支持淘汰 不好的 get rid of bad ones 那么这里的处理解决 叫get rid of 注意一下叫处理处置 那么还有一个 至少我前面讲过的 叫把它处理掉处置到 的端语叫dispose of 你不要忘记这个dispose 叫处理掉处置掉 dispose of get rid of 都是这样的意思 处理处置 好 那么这里呢 讲了半天呢 有了一个同位与从句 就是这里的evidence 证据 evidence that 为什么这是同位与从句呢 这个问题交给我们 夫妻废片组合 我们的恋恋语法的首席主讲 小猪老师 大家好 又到了我的部分 这个句子的含义 同样我不再赘述 大家自己看中文含义 关键呢 我们把这个句子当中 蕴含的一个重要语法点 给大家讲清楚 叫做定语从句和同位与从句 这是考研当中的一个高频语法点 也是大家从小就混淆的两个概念 对吧 今天把它搞清楚 各位 在了解定语从句和同位与从句之前 我们要先搞清楚 定语和同位与区别在哪 对吧 如果不考虑从句形式 同学们 单纯定语和同位与呢 往往在形式上也是有所区别的 对吧 如果从中文出发 定语永远是在核心名词前面 加上得字 比如说帅气的我 你明白 核心名词是我 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 叫帅气得 我 这是核心名词 这就是定语 是形容词作定语 修饰核心名词 那么如果是同位语呢 我们不用从句 就是从句之外的同位语 往往是用插入语的形式来传达的 比如说 先给核心名词 我 逗号 不一样的烟火 喜欢吃苹果 来 这个句是这么来的 这么构成的 所以主句是我 我喜欢吃苹果 而中间不一样的烟火 明显是对我 这个名词的 补充说明 解释说明 所以我们在 恋恋语发卡片正课当中 在这个章节 在定语 状语 同语这个章节 正好是我讲的 当时我说了一句特别 这个简单精准的话 来描述 定语同语的区别 你还记得吗 如果你看过 我们这个恋恋语发卡片 完整课程的话 给你五秒钟回忆一下 复习一下 想一想 好 你想到了 真棒 来 当时我说 他们定语和同语 他们都是作用于名词的 但是定语呢 是修饰名词 而同语是解释说明名词 这个区别太大了 帅气得这个概念 是独立于我之外 对他额外的一种修饰 也可以是丑陋的 但是不一样的烟火 就是我的本质 我是神 我是什么呀 我就是不一样的烟火 看到了吧 所以整个这个内容 是对我的一种解释说明 他们俩都是名词性质的 能体会了 好 但是如果是从句的形式 就是当一个句子里面定语 用从句表达 一个句子里面的同语 也用从句表达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误解 不信的话 咱们来看两个例子 首先定语从句 核心名词计划 什么计划 令我有信心的计划 前面明显是我们刚说的 修饰计划的一个定语 对吧 好 同一从句呢 叫我们去他家放舌的计划 这个源自我小时候 我班上有个 有个这个 大高个同学 老是欺负我 我小时候很瘦弱 对吧 老是被他弄哭 我也不敢打他 所以呢 我就小时候 酝酿这个邪恶的想法 一直到现在 传说给大家 比如你跟你室友不合 怎么办 在寝室放舌把自己给咬了 对吧 开玩笑 各位来 名词计划 前面叫做我们去他家放舌 注意 这件事情依旧是作用于计划这个名词 但是 它就等于计划 你问我什么计划呀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叫做我们去他家放舌 to put a snake into his house 看到了吧 所以他们俩 这个叫同位 这个名词 和这件事情 相同的地位 相同的性质 这个叫同位 明白了 而 这两个成分 都必须用从句表示 所以你看 在形式上 非常具有干扰性 上来 啪 都是核心名词 the plan the plan 然后呢 pue 都是that 引导词 看到了吗 所以很多同学会有疑问 但是现在 我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 辨别的方式 如果是定语从句的话 这个that 是充当整个从句的 主语的 你能听懂吗 也就是说 在这个从句当中 主语是that 也就是that makes me confident 这是主 为 兵 补 对吧 那个东西 让我 让我怎么了 你要补充说明 还没说完呢 对不对 补充说明 让我有信心 那叫that makes me confident 主语是that 未动词是make 兵语是me 兵语的补足语是confident 明白 在从句当中 这个that 是做主语的 是不可或缺的 接着往下 我们去他家放舌的计划 这是一个同位与从句 只要是同位与从句 这个that 它是不充当 从句的任何成分的 它只是一个引导的作用 而后面 真正的同位与从句 会有独立的 主语 果不其然你发现 那that后面的从句是 we put a snake 主 为兵 它是会有一个 完全截然不同的 额外的主语 这就是区分 定语从句和同位与从句 最简单的方法 好 做个总结 定语从句 引导词that 会充当整个从句的主语 同位与从句 that 只做引导作用 在它之后 会有一个专门 额外的独立的主语 好 这就是定语从句 和同位与从句的区别 这一单元内容 就到这里 好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那么下面有个字叫 evident evident 刚刚讲过 显而易见的 明显的 因为是证据嘛 好 我们看09年翻译 the need of training is too evident 我们需要培训的这个需求 非常的明显 the pressure to accomplish a change in their attitude and habits 最重要 实现 accomplish 叫完成实现 它来自于一个形容词 叫完美的 彻底的叫complete 对不对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副词 叫completely 那么这个complete 就叫做彻底完全 accomplish 叫完成完全 所以有了一个词叫完成 动词accomplish 那么也就有了一个名词 叫做成就 叫accomplishment 大家看到这个词 应该忍不住就会想起achievement 对不对 伟哥写出来是什么目的 就是想告诉你有这么多 这么屌的成就成功 你为什么一定要只会写s success 明明有achievement 明明有accomplishment 好 叫成功成就 那么叫做 the pressure to accomplish a change in their attitude and habits 对他们的态度 和习惯 来进行一种改变的压力 注意在这 pressure is too urgent to 太急迫了 太紧迫了 这种压力 太紧迫了 叫如此以至于 叫太而不能 to to 还记得这个结构吧 to to叫 太而不能 所以叫 这种压力太急迫 那么我们不能怎么样 leave these consequences wholly out of account 我们不能把这些后果彻底的 out of account 关键看这个out of account我们讲过叫 把什么什么拿来考虑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 take something into account 这样 takes into account 当然接着刚刚前面不久 所讲的这个 兵与后制 我就提醒大家 通常我们中国同学的 something喜欢放这 但是这里的something 如果一旦长了 也可以放后面 叫take into account something 这叫兵与后制 还记得吧 那么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你不要因为贝果 take into account 叫把什么什么拿来考虑 你记得 take when you leave 你就不管了 这是不行的 一样的道理 你不要在乎这个 leave something into account 那叫take something into account 叫把什么什么拿来考虑 那leave something out of account 把什么什么东西 留在考虑的外面 那就是不考虑了 那就是不考虑了 那但是你要转过完来 to to叫他而不能 所以翻译成 我们这种改变他们行为方式 习惯的压力太紧切了 以至于我们不能 叫他而不能 以至于我们不能 对这些后果不做考虑 to leave these consequences wholly out of account 那么这里的短语 leave something out of account 叫把什么什么不做考虑 所以叫把这些后果 彻底不做考虑 holy 不是来自于形容词 whole吗 完全的彻底的 holy 叫彻彻底底的全部的 叫把他们不做考虑 只不过加们 又加了一个to to 叫太而不能 太紧切 以至于我们不能不考虑 这些后果 所以大家注意 这些反复的正反关系 考研其实就是喜欢 在这种翻译题里面 加上一些否定之否定 你们去小心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的urgent 叫急迫的急切的 它来自于动词 urge 叫催促 促使 urge 这个词跟ur 就是催促 比如说 NBA有个球队叫 San Antonio Spurs Spurs叫马刺 叫刺的意思 那么spurs的动词叫刺激 你看 urge叫急切 催促 它都有这种紧迫感 大家注意一下 好 不说了 简单 那么 这样往下 我们看看 同一词 除了证据 evidence 还有什么呢 proof 这都不用说了吧 prove 证明 那么proof 做名词叫证明 confirmation 一看就知道 来自于哪个动词 confirm 而confirm来自于哪个词根 firm firm本来就叫坚决的 坚定的 做名词叫公司 对不对 做形容词叫坚定的 那confirm叫做证明 那confirmation 就叫做证实证明 confirmation 可以了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了 核实证明 比如说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verify 对不对 verify叫核实 证明的意思 因为ver 讲了多少遍 这个词根叫转变改变 叫反转颠覆 verify 叫对这个事情 可能会扭转 那谁来给你做证明呢 谁来决定谈 是不是有机会扭转呢 verify叫核实证明 对不对 还有包括叫 testify 我们都学过的 testify test叫测试 那testify也是叫核实 确认证明 对不对 testify verify 都有这样的 核实的意思 核实 证实 所以大家把这些词放在一块来记 不多说了 好 proof 那么我们看2012年的这个阅读 literary word accompanies duplica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what is already known and believed literary word 首先看到这个little 就应该记住 a little a few 叫一点点 a little few 它叫做没有 你不要翻译成少 没有 literary word 叫没有回报 没有回报 accompany accompany叫做伴随 它来自于 动词和名词都可以 叫company 大家知道它做名词叫公司 但它还有一个意思叫陪伴 那么考验一般有个端语叫 in company of 叫伴随着 叫伴随着 incompany of 维哥总是不断地提醒你们词组的受伤性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恋恋有词和词组贝多分 你可以分别听完 也可以交替听 交替听其实效果会很好 互相呼应 所以大家恋恋有词在等更新的时候 不要着急 你可以跟词组贝多分交替交替来看 那么incompany of就叫做 就叫做陪伴 伴随 那么accompany做动词 literary word accompanies 没有什么回报会伴随着 duplication 复制 duplication叫重复复制 来自于动词 duplicate 你看这个duplicate 它不是来自于double这个词根吗 double 你看duple duplicate就这么来的 duplication叫复制 没有什么回报会伴随着这种复制 也就是这种复制 and confirmation和核实 是带来不了什么回报的 那复制跟核实什么呢 of what is already known and believed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已知的和已经取得信仰的 这种东西进行复制和确认 是没有什么回报的 你就这么说 所以人要创新啊 这段话不就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反过来看 这句话可以写成 叫做duplica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what is already known and believed 怎么样 怎么样 accompany's literary word 你看你改一下也可以 叫做这种对于已知的东西进行复制和确认 是没有什么回报的 但是为了避免头重脚轻 它反而把重的放到后面去了 这个句子也就是由主为兵三个部分组成 主为后面一坨叫兵 整个这一坨叫兵 你看如果我把它标成abc 这个句子也可以变成cba 中国篮球是吧 你看就这个意思 大家体会一下 但是一定是abc好 为什么 因为头重脚轻是不允许的 头变轻了 它把这个短的放到前面去了 因为你是a陪着b呢 a陪着c呢还是c陪着a呢 正的说反的说都行 但是把轻的放到前面 更像英文的风格 就这样读起来跟杨庆再体会一下 literary word accompanies 叫a伴随着bc 但你如果把c这么长放到前面就不行 所以你翻译成 你翻译的时候按中国人的习惯可以反过来 叫做对于已知的东西进行确认复制 是没有什么回报 我也不用翻译成 是不会伴随什么回报的 不要 是没有什么回报就可以了 来读 多读就好了 通俗一点讲中英文就是反着的 我讲了多少遍这句话 literary word accompanies duplica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what is already known and believed 请大家扫描书底的二维码 去收听我们全文的朗读 然后在当中也可以看到 所有一些相关课程的购买链接等等都有 其实除了在伟联的平台 扫我们的二维码 还可以在书的封底 都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包括书的朗读啊等等 那伟哥其他的一些所有的书籍 都会在一书一课堂 这个符号上也上架朗读 因为每天都有人在问我 伟哥去哪里听录音听读 我在说里面有两个渠道 一个就是一书一课堂 在微信号 那个最全 我们所有的课程书籍的配套朗读 只要更新了就会上去 只不过最近可能在升级版本 可能有一些小问题 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就是书的封底 你扫了个二维码 也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一切 就这两个途径就可以了 好不要再问我了 这个句子我很喜欢记住 那么再往下practice practice说明词叫实践 练习惯性惯例 做动词呢 叫表演演出执行 就做的意思啊 practice叫执行 我们说执行力做事 那么其实在英语当中 代表执行还有很多很多的词 那么有很多 我们后面还会不断地提到 我们先看这个词叫practice练习 来看这个句子 but in the everyday practice of science 在每天关于科学的practice当中 在practice操练当中 discovery frequently follows an ambiguous and complicated route 什么意思啊 在每天的这种科学实践当中 发现 frequently叫平凡地 follows an ambiguous and complicated route 我们对于一个东西的发现 往往总是伴随着困惑 ambiguous 模能两可 和复杂的路线 root叫路线 那么这里肯定叫过程 对吧 它的这个科学发现的过程 总是让人有时候琢磨不透的 让人觉得复杂的 哪有那么容易发现呢 ambiguous ambiguous 叫做模能两可 马上就看到 an 这个部分 词根叫爱 我讲过 后来有一部讲述两个老人的感情的电影 就翻译成爱 一个字 就一个字爱 叫amore 它不是英文 它取自于这个希腊和拉丁语系当中 amore am本来就有爱的意思 比如说你看 和蔼的慈祥的形容词 形容词就叫做amiable amiable叫和蔼的慈祥的 和蔼的慈祥的就叫做amiable 就叫做amiable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amore就这么来的 那么ambiguous 第二个词根 叫by 刚刚讲过两个 ambiguous叫两个都爱 两边爱谁 很多人说我一个我知道这个词叫劈腿 它叫模能两可 不知道爱谁 ambiguous 所以这样发心的过程是很模能两可的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词 简单的记住 ambiguous 好 我们再来看词组 in practice 在实践中 事实上 in practice 实践中 事实上 让我们忍不住想起前面还有哪些 事实上 in essence 一个道理 in essence in practice 都叫做事实上 也就等于我们的actually 对吧 也就等于in fact 都可以叫做事实上 实践 本质上 最大的具体这种感觉 不难 来看看in practice的同一词 practice 既然叫实践执行 刚刚讲过 perform 表现 执行 等等都有 好 我们看一一年的句子 叫做 to be sure 我们确定的是 he performs an impressive variety of interesting compositions 他做到了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多种多样的 and a variety of 大量的 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 他表现出了各种各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趣的compositions 那么这里的composition到底指的是作曲呢 还是作文呢 还是文字呢 我们要根据上下文 这里我不去最处 至少compose 你们看到它的动词原型 它还有组成构成的意思 它还有作词作曲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compositions 它有写作的意思 反正就是写作 写的是曲子呢 那就叫做曲 写的是文字呢 可能就是写作 所以composition可以叫曲子 也可以是作文 作品都可以 你不如翻译成 如果你说伟格假设 我就是一道翻译题 我不知道它是作曲 这里是曲子呢 还是文字呢 你就翻译成作品 就没人扣你分了 能听到我的意思吗 动脑子 这个作品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 是文字还是音乐 所以大家一定要动脑筋 找到一个安全的宏观的词 所以这样 他创造了 他直线了 他表演了大量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 有趣的作品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me to visit every fisher hall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没有必要去参观 这个every fisher hall 这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厅了 or anywhere else 或者是参观任何的 一个音乐厅 to hear interesting orchestra music 读到这就知道了 这里的composition 毫无疑问是曲子 因为是什么 我没有必要去听 任何有趣的交响乐 我也没有必要去 这个every fisher hall 也没有必要去 这个著名的大厅 every fisher orchestra 它叫做古典的交响乐 古典的交响乐 orchestra orchestra 为什么 一提到交响乐 大家会想到什么 那种交响乐器情形 包括我们小时候看 盛度式心事 里面那个雅典娜女神 谈的那个竖琴 对吧 那种像弓箭一样的 那种竖琴 不就来自于这个词根吗 arch 它就叫弓 包括拱形门 arch 所以它引出第二个意思 叫古老的 你看arch 就是弓形的意思 你看射手 可以叫archer 不是射手 做那个射手 这就是弓箭手 射手 就可以叫archer 所以有弓箭的 都是古老的年代 所以它引出的词根 意思叫古 比如说考古学 就叫做archeology 你看archeology 叫考古学 建筑 请问建筑 跟一般的房子 building有什么区别 它经得起 古老的时间的考验 一直传到今天都叫经典 为什么有些房子 我们现在看就觉得旧 显旧 而有些房子越旧越好看 那就是经典建筑 经典材料 对不对 那你看 那种建筑就叫做architecture 它就不叫building 而建筑师叫architecture 一般盖房子的叫builder 这就是区别 它都有古老 同理arche 看这个arch 原音替换 意思不变 就代表的是古老的音乐 所以叫古典 交响乐等等 弦乐团 交响乐团 都可以叫orchestra music 听懂了吧 那么it is not necessary for me to do something 我没有必要去做模式 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可能不感兴趣 好 可以了 那么当然了 从我的角度我认为 我还是要呼吁一下 大家听听好的音乐 我主要生活中除了听摇滚 它摇滚是个很大的范畴 funk我也听 一些电音摇滚我也听 工业 以前喜欢听工业 马里连曼森 这种歌特我也听 我听得很广很杂 你相信我听得越多 你的乐感感觉会越好 你不能局限于就是 听一些市面上流行的 大家都在听的 你听就证明你这个人比较low 你别怪我这句话说的太直白 这方面修养还是要提高的 包括古典乐 我最开心的就是我女儿 听了这么久的歌 跟我在一起 她最喜欢的一首歌 来自于一个叫Hours 的一个非常小众的英国乐队 有一首歌叫Dizzy 那首歌是越听越有味道 你能坚持听到三遍 你看看后面那种高音 真假音的切换 我没听过那么性感的男生 Hours Dizzy 就是个Dizzy 叫头晕目眩 好我推荐了 我女儿最喜欢的是这支乐队 所以我特别特别开心 Note她在六岁 Note叫笔记 笔记 我们看看笔记变条 但是其他的意思我就不说了 反正主要就是记笔记变条的意思 那么关键 这几年考试都考动词 除了有记下的意思 还有一个叫注意到 Note something 所以形容词我提前写了 你看 著名的 叫notable notable叫著名的 然后显而易见的 叫noticeable 为什么 来自于动词notice notice叫通知 做动词呢 叫注意 察觉 所以noticeable 叫做显而易见的 为什么 因为叫能够察觉到的 能够被你察觉到 能够被你看到的 肯定是显而易见的东西 所以noticeable noticeable叫做显而易见的 notable叫著名的 来自于note 注意到 那么他做记录名词 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看 Rodriguez 罗德里格斯 这个名字 他妈天天在南美洲听到 罗德里格斯 Rodriguez notes that 他注意到 children in remote villages around world 那些遥远村庄的孩子们 are fans of superstars 都是一些超级巨星的粉丝 like Arnold Schwarzenegger 阿诺德斯瓦辛格 肌肉男 劲爆肌肉男 and Garsbrooks Garsbrooks 大家可能了解得上 我一个听音乐听得多一点 他是民谣 美国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民谣歌手 曾经在Billboard 公告牌上 霸绑过很久的 Garsbrooks 他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品 你可以去搜 Garsbrooks 名字我也想不到 因为很早 我应该是蛮早听他的歌 我至少是十五六年前 我听他的歌 Garsbrooks Arnold Schwarzenegger Schwarzenegger 斯瓦辛格 好 句子简单 不赘述 那么 note呢 denote 第一个 那么这种词很容易走偏 大家一看到 d就忍不住 然后向下 但是我还反复强调过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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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表示代表, 记住, 叫表示代表, 叫 denote。 好, 那么, 还有一个, noteworthy, a, worthy, 做形容词, 叫值得的, 我们都学过, 两个短语至少, 第一个叫, be worth doing something, 叫值得做某事, 第二个叫, be worthy of something, or doing something, 这两个, 一定要这么用, 你要worthy就要叫off, be worthy of doing something, or be worthy of something, 反正后面有个名词兴致, 叫值得什么, 那be worth doing, 叫值得做某事, 那么worthy叫值得, 那note叫注意到, 那noteworthy就变成值得注意到, 那也就是说这件事很重要, 很显著, 你才值得注意啊, 所以大家把noteworthy当important用就可以了, 把noteworthy当important用就可以了, 听到我说的吗? 接下来啊, 好, 我们看林青年的句子, If you were to examine the birth certificates of every soccer player in 2006 World Cup tournament, 好, 到这儿明显, 第一个段句就出现了, 如果你去检查一下examine, 检查一下, 出生证明, the birth certificates of every soccer player, 每一个足球运动员, soccer, 足球运动员, in 2006 World Cup tournament, tournament叫竞标赛, 为什么? 你看, tour, 旅行, 世界各地的锦标赛, 英国锦标赛, 德国锦标赛, 中国锦标赛, 中锦赛, 我最喜欢的斯诺克, 就是台球当中最难的一种, 我们中国一般打小台子, 斯诺克是大台, 球巨多, 洞口小, 难打, 那么比如说我最喜欢的斯诺克锦标赛, 就是英国锦标赛和温布利大师赛, 那英锦赛就可以叫做England Tournament, 或者叫British Tournament, UK Championship, 英锦赛, tournament, 就可以这么去来, 所以2006年世界杯, the 2006 World Cup tournament, 如果你去查一查, 06年世界杯每一个足球运动员的出身证明, certificates, you would most likely to find a noteworthy quirk, 你就会突然发现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 才能猜到quirk, 你看这个词在此刻你不认识有关系吗, 好多人纠结这个词, 不就是不知道上下文的逻辑吗, 所以叫做你会很, you would most likely find, 你就会突然发现一个值得我们注意到的奇怪现象, quirk在这里叫奇怪现象, 叫quirk, 叫奇怪的现象, 好, 它本来的意思就叫做怪异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 quirk, 记一下, 好, 不难, 那么这里的certificates就要证明, 不就来自于词根cert吗, 还要我写吗, 为什么有个动词叫确认证明, 叫certify, 不就是因为cert叫确认吗, certainly, 当然, 还记得吧, 我们学过的certainly, 它就是确定当然的意思, 所以certify叫确认, 而certificates叫证书, certificates叫证书, 记住了, 好, 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跟他有关的词组, 就一个tick, take or make notes, 一般叫take notes, 用的多一点, 稍微多一点, 记笔记, please take notes, don't look at me, take notes please, 不要看到我, 记笔记啊, take notes, 所以我们笔记本上一般有个英文叫笔记本, 叫notebook, 就这么来, 好, 那么这就是此单元的内容, 感谢大家,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下次课再见,